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胸椎及肩甲胸背关节的灵活性问题处理 在讲具体的方法之前,先给大家讲几个重要的概念 隐床上永远是安全第一,疗效第二 在进行关节问题的处理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确人体的解剖界限 解剖界限是指不损在韧带、肌肉和肌膜的前提下 关节的最大的运动范围 我们所有的治疗都必须在解剖界限的范围内完成 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运动界限,大家也必须要了解 生理界限是患者主动运动能达到的最大阻力位置 即关节的主动活动度 弹性界限是患者被动运动能达到的最大弹性位置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动关节活动度 弹性界限和解剖界限之间,我们称为拟生理区 灵活性问题主要分为软组织延展性问题 以及骨关节界面的活动问题 即我们图中所示的TED问题和GMD问题 一般来说,TED问题的范围是从接近生理界限的位置 到接近弹性界限的位置 而GMD问题的范围是从接近弹性界限的位置 到接近解剖极限的位置 我们解决关节的问题主要用到关节松动术 关节松动术一共分为5G 一级是在关节活动的起始端小幅度节律性的来回松动关节 而二级是在关节活动允许的范围内大幅度节律性的来回松动关节 但是不接触关节活动的起始端和中末端 而三级每次均要接触到关节活动的中末端 并且能够感受到关节周围的紧张 并且能够感受到关节周围的软竹竹的紧张 而我们的四级就是在关节活动的中末端小幅度节律性的来回松动 每次就能够接触到关节的中末端 并且能够感受到关节周围的软竹竹竹的紧张 而五级是在关节活动末端向关节活动的极限 是一个小幅度快速的推进技术以打断站联组织 关节松动术一共分为五级 一级是在它的起始端做一个来回的小幅度运动 二级是从它的起始端开始 在到它末端之前 在这个范围里内做一个相对幅度更大的一个运动 但是能够触及到它的关节活动的末端 而三级是从我们的活动范围的中间 一直活动到我们关节的一个末端 三级 而四级是在我们关节活动的末端的附近 做一个来回的有规律的一个运动 而五级呢 我们就需要从关节的末端 及我们的弹性的界限能突破 往解剖的界限走 但是不能突破解剖的界限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 一级和二级呢 是在生理界限的范围内完成的 而三级和四级呢 是在弹性界限的范围内完成的 而五级的手法呢 则是在你生理区完成的 操作的等级越高 相应的力学效应就越强 但是操作的风险也越大 所以大家呢 可以参照这个表 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 在合适的范围内做相应等级的操作 既安全又高效 涉及到胸罪的治疗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擦琴角的概念 来说呢 胸1到胸3极度的尖端呢 会位于本节锥体 以及横突根部的水平 胸4到胸6极度的尖端呢 位于本节锥体 与下一节锥体间隙的水平 胸7到胸10的极度的尖端呢 会位于下一节锥体的水平 胸11呢 又和胸4胸5胸6一致 位于锥体间隙的水平 而胸12呢 又和胸1胸2胸3一致 位于本节锥体的水平 简单来说呢 胸1到胸3胸12和锥体平行 而胸4到胸6 以及胸11呢 会低半个锥体 而胸7胸8胸9胸10呢 则低一个锥体 这里需要注意呢 我们在体表能够促整到的呢 是胸锥的横突 以及极突的末端 胸锥的横突呢 是倾斜向上的 倾斜的程度呢 由上到下逐渐减小 所以横突的肩部呢 位于横突的根部略上方的水平 因此我们在促整时呢 要先通过极突的尖端去定位锥体 再通过插进角 来定位到这一节锥体的横突根部的水平 再到斜外上方呢 去定位我们的胸锥横突的尖端 胸锥横突尖端到后中中线的距离呢 应用而异 大约是三到四公分 从上到下逐渐增大 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去找到它的一个胸锥的横突 我们前面讲过存在一个插心角 比如说以第五胸锥为例 我们想要找到它的一个横突呢 我们需要在它旁开三公分或者四公分左右的位置呢 去找到一个骨性的标志 这个时候呢 可能对的是下一节锥体的横突 所以我们需要呢 找到它的横突往上移动半个锥体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到了上位一个锥体的中间的一个水平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点 找到一个骨性的一个突起 再往外推动 如果推动感觉到呢 有一个被阻挡的感觉呢 这个就是肋骨的结结 所以它们两个的这个胸锥的结构是这样的 我们找到这个胸锥的横突以后呢 再往外推动 如果遇到一个阻挡 但是呢 有一定滑动空间的一个骨性关节面呢 这就是我们肋骨的一个结结 好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胸锥的横突 胸锥的运动遵循费施法则 费施法则一共有三条 第一呢 当脊柱处于中立位 一组锥骨发生侧趋时 它会向对侧旋转 中立位呢 是指前驱后身不超过10度的范围内 在这个范围内呢 脊柱的负荷主要在前部 锥体之间的运动 主要由锥肩盘来主导 在侧腕的过程中 随和向后且朝向突面运动 同时呢 横突间韧带的张力在凹面的一侧 会使肌肉附作点靠近 锥体呢 则向对侧旋转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这个法则针对的是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的一组锥体 这个法则在临床上最适用于特发性脊柱侧弯的患者 第二个法则呢 当脊柱处于区区或者身上超过10度的一个非中立位的时候 单个锥体的侧区会伴有同效的一个旋转 非中立位时呢 脊柱的负荷主要在关节突的关节上面 这个时候呢 锥体的运动要遵循关节突关节关节面的角度和方向 所以侧区和旋转的方向相同 强调一点 这个法则呢 针对的是单个锥体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第一法则针对一组锥体 第二法则呢 针对单个锥体 那么如果是中立位的一个侧区 单个锥体是怎么运动的 如果是非中立位的侧区呢 这一组锥体又怎么运动 真理情况下呢 单个锥体的运动呢 必须要遵循关节面的一个方向 所以单个胸区的运动 侧区和旋转是同向的 而在中立位侧区时呢 一组锥体向对侧旋转 单个锥体呢 会向同侧旋转 在非中立位侧区时呢 每个锥体都会向同侧旋转 可能大家还是很难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星球呢 会同时发生公转和自转 地球公转和自转的方向是相同的 而金星公转和自转的方向是相反的 其实在临床上这个问题呢 有一定的争议 我在这几年参加学习的时候呢 问过很多脊柱治疗方面 世界顶尖的专家 他们的意见呢 也不完全统一 甚至呢 在学习斯洛斯脊柱车弯 矫正技术的时候 德国的Kajer老师告诉我 他从业20年呢 遇到过三个不符合第一法则的患者 理论和实际 生理和病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不必纠结 今天讲的规律呢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适用的 而第三法则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知道脊柱的运动是三维的 脊柱运动时呢 会同时在额状面做侧曲 在死状面做曲身 在水平面做旋转 但一个平面的运动增加 其他平面的运动就会相应的减少 这就是第三法则 如果患者是胸椎的旋转障碍 但是旋转时会有明显的疼痛受限 我们就需要控制旋转的幅度 在操作的时候呢 就不适合用旋转的杠杆力 这时候呢 就可以将患者摆到旋转受限的位置 用侧曲的杠杆力来增加旋转 根据第三法则 在治疗前呢 脊柱已经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一个旋转 这个时候呢 侧曲的活动范围就会明显的减小 我们通过侧曲来增加旋转的幅度呢 就能够控制的很小 而在下位胸椎的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长杠杆的一个旋转扭力 由于身体扭转的惯性 操作时的安全性就会降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可以用在旋转受限位 加侧曲杠杆力的方式来控制旋转的幅度 我们再来看胸椎的几种受限形式 胸椎的运动受限形式呢 有两类 第一类呢 是曲身受限 第二类呢 是旋转受限 因为侧曲和旋转呢 是相伴随的 受限的形式与旋转一致 胸椎的运动呢 在上下关节突关节的四个关节面上发生 当胸椎曲曲的时候呢 下关节面相对分离 上关节面相对偶合 双侧下关节面不能分离 就会导致胸椎的曲曲受限 这个时候呢 胸椎会处于相对生长的位置 而胸椎生长时 上关节面相对分离 下关节面相对偶合 双侧上关节面不能分离 就会导致胸椎生长的受限 这个时候呢 胸椎会处于一个相对曲曲的位置 而在胸椎右旋时 左侧的下关节面和右侧的上关节面相对分离 左侧的上关节面和右侧的下关节面相对偶合 如果左侧的下关节面 或者右侧的上关节面不能分离 就会导致胸椎的右旋受限 这时候呢 胸椎会处于相对左旋的位置 而在胸椎左旋的时候呢 右侧下关节面和左侧上关节面相对分离 右侧上关节面和左侧下关节面相对偶合 如果右侧的下关节面 或者左侧的上关节面不能分离 就会导致胸椎的左旋受限 这时候呢 胸椎会处于相对右旋的位置 胸椎活动受限呢 有几种情况 如果是胸椎的上面两个关节面 不能分离 导致的活动受限呢 胸椎会处于一个前倾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下面两个关节面不能分离 导致活动受限呢 胸椎会处于一个后倾的一个相对的状态 好 如果是胸椎的右侧的上关节面 和左侧的下关节面不能分离呢 胸椎会处于一个往左侧旋转的状态 如果是胸椎左侧的上关节面 和右侧下关节面不能分离呢 胸椎会处于一个右侧旋转的一个状态 这里要注意 如果胸椎出现一个左侧的旋转呢 它的右侧的横图呢 是向前向上滑动的 而左侧的横图呢 是向后向下滑动的 如果是胸椎的上面两个关节面不能分离呢 我们就需要让胸椎做一个 往下滑动的一个运动 如果是下面两个关节面不能分离呢 我们就需要让胸椎做一个 往上滑动的运动 如果是胸椎的右侧上关节面 或者是左侧的下关节面不能分离呢 胸椎会处于一个向左旋转的状态 我们就需要让胸椎呢 做一个向右侧旋转的一个运动 反过来呢 是一样的 可能这一段呢 大家会听得很烧脑 大家需要反复的听 反复的想去消化 这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呢 大家必须要理解 关节运动收线的方向 和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相反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患者右侧的胸椎颅肌拉伤 这胸椎颅肌保护性的一个紧张收缩 积张力增高 这时候呢 患者的头部会向左侧侧区受限 但是由于右侧的一个积张力的高于左侧 所以头部呢 会处于一个右侧侧区的位置 这里呢 我们还需要说明一点 有些关节的运动呢 胃移非常的小 甚至呢 可能没有发生胃移 而只有运动的趋势 所以在临床中 单纯通过椎体的相对位置改变 去判断受限的形式是不准确的 必须要结合动作评估和生物力学检查 而脊柱的运动呢 是多阶段多关节的一个复合运动 我们在分析椎体运动时呢 必须要选择一个参照系 脱离了参照系 去讨论椎体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 人体的筋膜组织呢 是一个空间网状的整体粘拉结构 全身的筋膜组织都是相连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筋膜链 我们在讨论运动受限时呢 相应的损伤的只有呢 也是成链条分布的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讲筋膜的生理形态和病理形态 来我们先看这个视频 金膜是网织的 当筋膜纵向拉长时 筋膜组织的横向维度就会减小 纵向维度就会增大 而当筋膜纵向缩短时 筋膜组织的纵向维度会减小 横向维度会增大 我们资料的目的是 恢复筋膜组织的正常力学往生结构 因此在筋膜纵向拉长时 我们需要横向的作用力来恢复减小的横向维度 而筋膜纵向缩短时呢 我们需要纵向的作用力来恢复纵向的筋膜维度 看起来很抽象 看下面的视频大家就很清楚了 我们做筋膜膜手法的目的呢 是能够让筋膜层与层之间呢 更好的滑动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受限的情况 如果这个肌肉呢 过度的拉长 假设这个是它的起点 这是它的止点 过度拉长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纤维的短缩 或者说纤维的褶皱的一个方向呢 会是这样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横向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呢 来松解这个肌膜 如果这个肌膜是过度短缩呢 它的肌膜折叠的方向呢 是这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纵向的力去推动 来松解这个肌膜膜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配合患者的主动运动 来拉长这个肌肉 这样的效果更佳 卵组织问题导致的关节活动受限呢 大部分是筋膜组织的滑动障碍所致 我们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呢 需要用到筋膜手法 筋膜手法的操作 看起来呢 和传统的推脑按摩中的一个推法很类似 但其实它们的作用原理完全不同 图A呢 是传统的一个方法 图B呢 是一个筋膜手法 大家看这两个图就会很明白了 具体的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演示 我们所有的筋膜手法呢 操作有一个特殊的要领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小腿的筋膜为例 我们先呢 给它做一点下压的力量 然后呢 再做一个向前的一个回旋 同时下压呢 去做一个类似于挖冰淇淋的一个动作呢 把这个筋膜固定住 好 固定住以后呢 再利用我们身体或者前面的力量呢 缓慢的向前去推动 推起一个小的波浪状的一个形状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灵活性问题的治疗 胸椎的灵活性问题 软组织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肌肉能量技术来处理 上节课讲评估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讲过 操作方法和胸椎旋转 趋身的一个生物力学的测试类似 我们在活动末端加入肌肉能量技术即可 而骨干节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关节收容术来处理 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几种国际上通用的方法 第一种呢是我们的MATLAN的技术 这是一种被动的关节松动 如果患者的疼痛程度能够耐受 选择这种技术操作比较方便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选择三级或者四级的手法 效果会比较好 如果胸椎出现一个往前倾的一个活动的受限呢 两手的拇指呢 固定在治疗的这个阶段的横突的两侧 好固定住以后呢 利用我们身体的重量呢 做一个加压 使这个胸椎呢 产生一个向前的一个滑动 好 到达末端呢 我们再做一个持续的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加压的一个振动松减 而如果是它有一个后倾活动的障碍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下一节锥体去固定它的横突一样的操作 而如果是出现一个旋转的障碍呢 以我们的左侧旋转为例 如果左旋转的功能在我们在患者的右侧横突固定 推动患者的横突呢 向内向下 到达受限位呢 做一个持续的一个松动 使患者的胸椎呢 产生一个向左的一个旋转 如果是下位胸椎呢 我们不好去促整它的一个横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极突上做操作 操作方法呢 和前面我们做中段和上段是一样的 我们呢可以固定的位置呢 在极突的下方 或者极突的两侧 操作的方法和前面一致 第二种技术呢 是Mulligan的技术 这个技术呢 是在治疗师被动关键松动的基础上 配合患者的一个主动运动 如果患者处于急性期 或者腾腾受限程度较重 不能耐受大强度的觉悟力学作用 则选择这种技术会更好 那患者呢双手抱头 我们一手呢 固定住患者的躯干 另外一手呢 呈一个食指弯曲 拇指肾指的姿势呢 固定在患者的胸椎的两侧 好 那患者做一个主动的前驱 同时呢 我们跟着患者的前驱呢 做一个往前往上的一个推力 使这个胸椎呢 产生一个往前的一个滑动 好 如果是这个胸椎有一个后身的障碍呢 我们在这个胸椎的下一节椎体固定 那患者呢 主动做一个后身 同样的 我们做一个往前往上的一个推动 这里面有个细节要告诉大家 当我们这个胸椎呢 每一阶段呢 它的横度的范围会不断地扩大 所以我们在上去段呢 我们采取这样一个姿势 而到下去段呢 我们这个角度呢 会越来越大 张开 另外呢 我们在往前驱和往后伸的过程中呢 这个关节的平面呢 会发生一个倾斜 所以我们相对推的力量呢 也会改变一定的方向 而如果是旋转的障碍呢 我们以左侧旋转的障碍为例 那患者呢 双手抱住对侧的肩部 我们呢 固定住它的躯干 好 以我们的掌根的位置 或者说以我们弯动骨的位置呢 固定住它的右侧的胸椎的一个横突 好 然后带动患者呢 做一个左侧的旋转 同时呢 我们右侧呢 做一个向前向上的一个推力 保持住 好 回到助力位 我们再做一次 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松动患者的胸椎 第三种呢 是HVLS瓦斯技术 HVLS High Velocity Low Amplitude的简称 即高速低幅 而SRUS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猛推 也就相当于五级的关节松动速 这是一种高速低幅的快速推力技术 如果患者的疼痛不明显 而主要是关节活动的受限 就很适合去选择这个技术进行治疗 上段胸椎的调整呢 我们需要用到头部的旋转 来带动胸椎的一个旋转 而下段胸椎调整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 作用于椎体上的力呢 做一个短杆杆的调节 我们以第一胸椎 偏向于左侧为例 如果第一胸椎的极突呢 偏向于左侧 如果第一胸椎的极突 偏向于左侧 则整个椎体呢 发生一个向右侧的一个旋转 所以我们就需要呢 带动患者的头部呢 向左侧旋转 来带动胸椎呢 向左侧旋转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在旋转的过程中呢 患者的头部 保持在这个中立位 旋转到左侧以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略微的一个侧区 好 我们一手呢 扶住患者的头部 一手呢 固定在第二胸椎的右侧 固定以后呢 让患者做一个 左侧的一个旋转 好 带一点后身 旋转到收线的位置呢 通过我们的右手呢 带动患者的头部 做旋转 左侧呢 抵住 胸袜椎体的右侧 好 做一个快速的发力 使我们的第一胸椎呢 完成一个左侧的一个旋转 然后复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针对我们中下段的胸椎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 作用在椎体上的一个短暗的发力 来调整胸椎 以我们的第五胸椎为例 如果说第五胸椎的极突偏向了左侧 那其实它发生的是一个向右侧的旋转 这个时候呢 左侧的横突是向前向上滑动的 而右侧的横突呢 是向后向下滑动的 我们就需要让第五胸椎呢 发生一个左侧的回旋 所以我们的推力呢 应该在右侧的横突上 让它向上向前滑动 而左侧的横突呢 让它向后向下滑动 注意我们这个时候呢 会用一个手去固定住右侧的横突 因为右侧的横突呢 相对靠后 这样呢我们的发力呢 更好发力 而我们另外一个手呢 去固定它的下一个胸椎 即第六胸椎横突 做一个固定 好 然后我用我们的身体呢 带动胸椎 做一个扭转 好 到它受限的一个极限的位置呢 利用我们身体重心的下降 手臂伸直 好 主患者吸气 好 呼气 在呼气的末端呢 做一个快速的冲压 完成这个操作 好 所以我们的下位胸椎 因为它没有通过肋骨 直接和前面的胸骨相连 而伏类呢 对它的限制作用很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用前面的方法呢 可能它的作用力不是很大 加上呢 这一块区域的一个肌肉组织的 丰厚程度 所以我们给它做一个 直接冲压的方式呢 可能它的调整的效果不太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旋转的方式 来解决胸椎下降的物体 这个调整方法呢 和腰椎调整方法是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再换得出一个错位 身体呢 保持中立 两脚伸直 好 我们让患者呢 上面这只腿呢 略微的曲曲 用你的手呢 去感受 这个节奏的运动 我们呢 带着它的腿呢 做一个旋转 好 去感受这个关键的运动 那这个关键呢 锁定在 这个运动的平面上面 接着呢 我们再用 我们的腿上去夹住 患者下面的前臂 好 这个手呢 去扶住患者的上臂 好 用身体的旋转 带动患者的躯干呢 做一个轴向的旋转 好 感觉到旋转呢 到手下受限的位置 好 固定住 这时候呢 换了两手交叉 自然的放松在体侧 头呢 略微的做一点后身 以保护脊髓 一手呢 扶住它的肩关键的前部 另一手呢 走关键 抵住它的宽部 好 我们的大拇指呢 定位到我们要调整的阶段 好 带动呢 肩部向前 宽部也向后 做一个旋转 那这个螺旋的扭矩呢 通过我们要调整的这个阶段 好 旋转 好 通过可以不断的摇晃呢 去调整它关键的一个紧张程度 好 到它受限的极限以后呢 注意 我们固定住 让我们的上臂 成一个整体 去固定它整个的身体 好 脚后跟上台呢 利用我们身体重心的力量 做一个前傾 好 到达同动的极限呢 利用我们身体重心下降的力量呢 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冲压 您看看呢 大家可能会纠结 使用哪种技术效果好 这是一篇发表在权威的物理治疗杂志 Manual Therapy上的文章 通过一个大样板的研究呢 比较了这三种技术 治疗慢性进步 疼痛的一个疗效 最后呢 得出的结果是 三种技术都很有效 在远期疗效上 三种没有显著的一个差异 所以呢 大家不必纠结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技术就可以了 我个人呢 推荐大家使用慕尼根的技术 因为慕尼根技术有三个优点 第一呢 是安全性高 第二呢 患者的痛苦小 第三呢 会配合运动 其实手法治疗 对于结构本身的改变非常微小 它产生效应的原因呢 更重要的是通过手法治疗 给大脑输入正确的调控信息 去调节相应的功能障碍 慕尼根技术呢 配合运动 能够输入更多的有效信息 在处理一些复杂的关键受限治疗呢 效果来的会更快 肩甲胸背关节是功能关节 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关节结构 所以它的关节功能障碍呢 我们主要是处理相关的一个肌肉侵膜 主要的几种障碍形式呢 是上回旋 下回旋 内旋 外旋的一个受限 我们前面讲过 关节在一个方向的运动的主动机呢 就是它在相对的 另一个方向运动的一个结抗机 上回旋的受限呢 我们处理使肩甲骨产生 下回旋的一些肌肉 平行肌 胸小肌 肩甲体肌和背阔肌 而下回旋的受限呢 我们处理使肩甲骨上回旋的肌肉 上斜方肌 下斜方肌 以及前距肌 而外旋受限呢 我们处理使肩甲骨内旋的肌肉 前距肌 还有胸小肌 而内旋受限呢 我们处理使肩甲骨外旋的肌肉 中斜方肌 平行肌 还有背阔肌 具体的操作呢 我录制了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 肩甲体肌的操作呢 和前半肌很类似 我们先找到它的两个起始点 在我们的横度的部分呢 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肩甲骨的内侧脚 接下来呢 我们手呢 固定它的横度的侧方 吃住筋膜 引导患者呢 做一个前驱测区 及右侧旋转 同时呢 左手缓慢地向它的肩甲端滑动 上斜方肌的肩甲手法的操作 我们以左侧为例 我们先找到它的引气点和止点 分别位于呢 我们的肩甲端 以及我们的整骨后方 我们一手呢 去固定住患者的整骨 好 待会呢 我们用这个手呢 去带动患者 做一个右侧的侧区 以及左侧的旋转 加上一个前驱 来拉长左侧的斜方肌 同时呢 我们的手 成一个握旋转 吃住筋膜以后呢 从它的一端呢 缓慢地滑动到另一端 来完成这个操作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缓慢地操作 我们可以分次进行 回到中立位 然后再做 然后再往下 做一个滑动 我们来讲一讲 明星肌和中血滑肌的操作 这个肌肉呢 很少处于一个短缩状态 主要是处于一个拉长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筋膜手法呢 需要做一个锤子 于它的肌线位方向的一个松减 好 我们一手呢 固定住患者的对策的肩部 一手呢 主患者在我们做松减的过程中 无限地往外侧延伸 同时呢 我们再做一个从下往上的一个垂直向的一个松动 好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 我们吃住筋膜 好 主患者呢 主动地往外侧远方去做一个延伸 好 同时呢 我们缓慢地向前方滑动 这里面呢 那零行肌和中斜行肌的操作的方法和部位是一样的 只是呢 我们操作零行肌的时候呢 我们施力的位置要更深 固定的肌膜的层次也要更深 我们来做一个前距离的松减 首先呢 我们通过三个运动来拉长前距肌 让患者呢 吸气 同时呢 做一个后身和内收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手呢 固定住他的对侧肩膀 一手呢 放入他的肩脚骨的外侧 让患者做一个后身内收和吸气的动作 好 滑慢地向前滑动 来松减心肌肌 我们来做一个背骨肩的筋膜松减 首先呢 我们在胸臂的外侧呢 找到背骨肩的筋肌肌围 做一个固定 吃住他的筋膜 然后呢 然后患者呢做一个向前向外向上的一个运动 同时呢 我们顺和线位呢 向脊柱方向 缓慢地滑动 在做筋膜说法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对肌肉做一个定位 以胸小肌为例 我们呢 第一步可以通过一个躯宽躯膝 来放松整个前侧的筋膜链 第二呢 可以患者通过一个呼吸的方式 在吸气的时候呢 固定在相应的位置 然后呼吸的时候呢 去深入到下一层筋膜 第三呢 我们可以通过 轻轻的一个 左右摇头的一个方式呢 来分开这个浅层筋膜的张力 这样呢 能够有助于我们出导深层的筋膜 好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第一步呢 让患者去攀屈膝 好 放松浅屈的筋膜 好 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外掌的方式 这时候呢 我们胸大肌的张力会提高 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定位胸大肌 好我们找到胸大肌的筋膜 在这个下缘深入进去 好 这时候呢 然后再患者 做一个内收 我们轻轻的自己摇动到头部 去放松浅层的筋膜 同时让患者吸气 好 再呼气 呼气的时候呢 我们缓慢的去深入到胸大肌的下面去促成 当我们感觉到手底下触到一个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确定是否已经触到了胸小肌 这时候呢 我们让患者做一个肩甲骨盘前探的一个动作 好 去感受手底下是否有机会的收缩 如果我们感觉到手底下有机会的收缩呢 这证明我们已经触到了胸小肌 胸小肌的筋膜手法 我们先要找到胸小肌的位置 胸小肌的位置呢 是从我们的绘突 一直连接到三四五类的外侧源 它呢 位于胸大肌的下方 我们需要先固定住胸小肌 先找到胸大肌的筋膜 肩管理的略位的外掌 打开这个腋下 然后从我们的胸大肌的下面呢 去穿过它的肌肩格 固定在内部的表面上 这时候呢 我们把胸大肌拨开 固定住胸小肌 这时候呢 让患者做一个向上外掌 以及向后伸展的一个动作 好 来 自己做动作 对 好 同时呢 你的这个手呢 可以带一个 从会突往锁骨方向的一个滑动 虽然肩甲胸壁关节 不具有真正的关节结构 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用 关节松动术的操作方式来进行治疗 关节松动的过程中呢 同时也能够改善软主的问题 具体的操作方法 大家看视频演示 以我们的胸骨呢 去贴住它的一个肩的外侧 给一点力量呢 去带动患者的肩膀节做一个后缩 来打开肩甲胸壁关节 好 用我们的两手的骨口 和食指和中指呢 去固定住它的肩甲骨 如果说它是一个往上的滑动收线呢 我们先滑动到上的最大 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呢我们可以保持在这个位置上面 保持5到8秒 好 放松 再往上滑动一点 再保持5到8秒 放松 好 再保持5到8秒 放松 一直到达极限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固定它的肩甲骨 往上 到达它红中的极限 在这个界限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小幅度的 快速的一个运动 大概一分钟左右 和我们前面讲的关键松鼠的方法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